大家好,欢迎收看明报多媒体新闻,今天是7月15号 加拿大方面认可混合疫苗接种,但旅游胜地认定混合接种人士并没有完全接种疫苗 这导致安省的一对新婚小夫妻只好取消前往此地度蜜月的计划 安省今天新增确诊143例,多伦多20例,皮尔区7例,约克区5例 埃里克塞德在上个月23日预定前往巴巴多斯做蜜月旅行 但两天之后,该国却突然宣布,凡是混合接种疫苗的人士都被认定为没有完全接种疫苗 该国旅游部的网站上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混合疫苗方案不会被接受为完整的疫苗接种方案 未被认可为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士虽然还是可以访问巴巴多斯 但他们将面临严格的限制,包括长达8天的隔离期 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达坦医生周一称 他建议人们不要混合使用来自不同制造商的疫苗 而加拿大的国家免疫顾问委员会则认为 混合疫苗是安全的 而且全国各地的公共卫生部门也一直在敦促民众可以这么做 如今塞德被迫改定去多米尼加共和国度蜜月 他希望G20国家能够就此问题做出决定 总理杜鲁多周三表示 他正在与其他国家合作 以确保对完全接种疫苗的加拿大旅行者 有保持一致的规定 本周五安省重开经济进入第三阶段 准许室内健身房、文体活动中心等有限度重开 记者探访华人经营的几间羽毛球馆 商家们都为重开做好充分准备 重开经济第三阶段后 也准许餐馆有限度打开堂食服务 位于石家堡美兰中心广场的一间华人餐馆表示 你看我外边路天茶座已经客满 还有人在等坐 明天堂食开放就好了 我们计划晚上打扫卫生 摆放桌椅 准备堂食开业 白天哪有时间啊 为了保障客人安全 按照政府要求 我们会拉大餐桌间距离 最多摆放20桌 平时能放50桌的 还有就是为客人准备了洗手液 卫生纸等 至于疫苗接种 我们的店员都打了疫苗 但要求客人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我认为这样做不妥 另间规模不大 经营特色食品的华人餐馆表示 我们非常渴望打开堂食 你看我店前的路天茶座 只能安排两个餐桌 明天堂食开放后 就可以接待更多客人 位于万锦14号公路加尖尼地路地区的一间华人羽毛球馆表示 终于可以开宴了 疫情对我们打击非常大 羽毛球占地大 房租较高 要不是有政府资助 我肯定撑不下去 位于石家堡的一间羽毛球馆可能已经永久关闭 因为有许多住在那边的羽毛球爱好者 纷纷转到我这里来 这名羽毛球馆负责人还说 为了确保场馆安全 我们除了按照政府规定 要求客人进入时戴口罩 进行体温检测 留下联系信息 以及为客人准备消毒洗手液等 还把散客的开放时间 集中安排在上下午两个时段 避免陌生客人之间的接触 另外每一拨客人打完后 会及时对场地设施进行消毒 至于是否要求客人出示疫苗证明 我不想这么做 因为没有这个权利 我们已把政府的有关防疫要求贴在入口署 当然我们的员工都接种了疫苗 且做好防疫准备 请大家放心 安省从明天开始第三阶段经济重启 餐厅 酒吧 健身房和剧院等公共场所 都将得以开放 但公众不要被一些血头性的防病毒措施所误导 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菲斯曼表示 无论是打开窗户使用高效的微粒空气过滤器 或是改造了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 都是殊途同归 但这些方法效果难说 有的成本却极其昂贵 世界卫生组织现在承认 新冠病毒通过在空气中漂浮的小颗粒传播 而且比咳嗽或打喷嚏时喷出的较大颗粒传播得更远 因此狭小的 拥挤的 而且通风不良的空间最适宜病毒传播 多伦多大学土木工程教授希格尔表示 业主应优先对过滤和通风系统升级 但如果没有太多通风系统的小餐馆 应该考虑便携式过滤器 或者是采用紫腕线灯对空气消毒杀菌 还有一些商铺购买二氧化碳探测器 检测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 认为如果二氧化碳浓度高 说明新鲜空气不足 病毒传播可能性较大 对此种方法许多专家不认同 因为二氧化碳的指数 并非空气中病毒含量的指数 随着全球经济走出新冠疫情 开始逐渐复苏 消费者越来越多地体验了 缩水式通货膨胀 对他们的荷包所产生的影响 缩水式通货膨胀 指的是将货品容量或体积缩减 是一种减量不加价的 隐性加价手法 借于食品价格和运输开支的上涨 有关缩水式通货膨胀的报告 正在增加 例如美国的冰淇淋制造商 Tio Mook就在最近向消费者警告说 因原料开支的上涨 该公司将更改冰淇淋的纸盒体积 令容量由56盎司减少至48盎司 但售价保持不变 道明银行的高级经济师 塔纳巴拉辛安指出 当制造商面临净货价格和运输开支的上涨时 就会将一些额外的开支转嫁给消费者 提高商品的售价是最明显的方式 相比之下 减量不加价的手法就比较隐蔽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的统计数据 在2021年6月 全球各地的食品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 上涨了近34% 商品的运输开支大幅攀升 英国一间海运咨询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 自去年7月以来 一个40英尺的集装箱的海运开支 已翻了4倍 多时议会昨天决定修改登打市街的路名 以便建设一个更加包容的城市 不过此举也给商界带来广泛影响 是否估计相关成本在 510万到630万元之间 登打市是多市主要马路之一 因此该路名包含了730个街道标牌 3个公园 13个公园标牌 一个图书馆 625个单车站和绿色停车场 一个警察局和一个消防站等等 密室市长康宝利呢 今天说他们已经了解到 多市的这个决定 由于登打市街延伸到密西沙家 他们一起参与改名 应将顺利成章 但是一些议员担心 由此引起的费用影响 而疫情下 市府已经面临巨额亏空 他说密室议会 已经要求市府官员 就不当入名展开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可能需要到明年春天 才有结果 因此密室的登打市街改名 也需要到那时一并考虑 多伦多明天16号 白天最高温度为24摄氏度 多云 夜晚最低温度是17摄氏度 多云 今天的新闻已播报完 感谢收看 明天见